沙莎手作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沙莎手作 我是沙莎 看到這麼多熟悉的材料 是不是知道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沒錯 就是史萊姆 而且我們今天要挑戰用這個 奶泡器來製作史萊姆 那當然要介紹一下材料 這裡有這麼多的空盒子 然後這個是隱形眼睛沖洗液 水 然後這邊是一些素材 還有小蘇打粉 然後今天跟我們一起做史萊姆的 有一位特別來賓就是 Hana 嗨 大家好 我是Hana 那Hana主要是在韓國留學 然後她也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那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的頻道在做什麼吧 那我的頻道主要是在介紹一些 關於韓國的文化還有美食旅遊 那也歡迎大家來我的頻道看看喔 就是網美一美 對 那來我的頻道呢 也會看到沙沙她在我的頻道有挑戰喔 一個很崩潰的挑戰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史萊姆 你有做過史萊姆嗎 從來沒有耶 那你在韓國有看到不一樣 各式各樣的史萊姆嗎 有我在韓國很常走在路上 然後那個文具店 他們的史萊姆做的都非常漂亮 一貫一貫的 然後就晶瑩剔透的樣子 會不會很貴嗎 其實不會很貴 可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這些各式各樣顏色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他們的高中生非常流行 現在的國中小生也非常的流行 對對對 每個人人手一坨實在是在玩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準備了一些 就是我在各種IG上面 看到韓國史萊姆可能會出現的材料 然後有這個保麗龍球 我們有準備小車的跟大顆球 然後這個 然後球 這很漂亮喔 有這個顏色照片 這種素材也可以放在史萊姆 對 就把任何你想家的東西都加進去 然後攪一攪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這個 最常韓國看到好像是這個耶 仿珍珠 對對 他們很喜歡放珍珠 很喜歡放珠珠 所以今天準備了三個 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超美的 超美的 然後還有黑色的毛球 我們可以做一杯珍珠奶茶 好 對 好 最後還有這個 小的珠珠 這個是 對 這個是小的彩色珠珠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我們在一起 我可以切成金 你會想要來一個綠色的 比較值得 那就算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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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提供 鱼肉 白鸟 黑黃莓 黑黃莓 白鸟 白鸟 黑黃莓 黑黃莓 美味的 小哇 黑黃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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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做的是這三個 第一個是白玉珍珠 超像的 真的 超像的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取名叫青蘋果樂園 然後第三個呢 是我最滿意的 看起來有點賣相有點不佳 可是很好吃的黑糖珍珠 這顏色調的超厲害的 真的 超像黑糖珍珠的 好 那換我 我的第一個是這個 三粉圓 彩色的三粉圓 然後它是粉紅色的飲料 是草莓口味的 三粉圓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 這個我覺得很漂亮耶 超漂亮的顏色 然後那個綠色也很美 然後整個光澤色 蜜製哈密瓜 對 它拿起來是這樣 很像一個什麼甜點上面會放的 裝飾 然後最後一個是這個 西米露 超想吃的 大家有沒有吃過西米露呢 這個超像西米露的 就是白白的 然後一團一團的 然後它會有 Beep Bo Beep Bo的聲音 那你第一次做史萊姆的感想是什麼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耶 因為我真的有點神奇 它的這個原理就是加膠水 然後加那個隱形眼鏡沖洗衣 然後一點小蘇打粉 竟然就可以做成這樣 而且它還可以放很多不同的素材進去 所以每一個觸感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剛才就是五顏六色這樣擺出來 就覺得 我們好像在開剉冰店喔 對耶 很療癒 超療癒 歡迎來到莎莎剉冰店 開張囉開張囉 開張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按一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莎莎手作頻道 就不會漏掉任何一集手作動態資訊喔 那我跟Hana有合作一集影片 可以去她頻道看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